春节假期除了到动物园走走 也可以安排去欣赏光影大师维梅尔的画展 画展明天就要正式登场了 尽管维梅尔只留下37幅画作 属于生产量比较稀少的画家 但是作品都被添加收购 也成为了各地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这次画展可以一次看足维梅尔的37幅画作 还有多项的互动装置 我们今天带您抢先来看 跟维梅尔的作品又更靠近了一些 模特以及同样荷兰出生的米菲兔 扮成维梅尔经典画作的女主角 现胜记者会 到各个不同的角落 现场嘉宾还模仿起另一幅画中人物 把牛奶倒入玻璃杯塔 替维梅尔展揭开序幕 37幅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画作 将透过最新的数位印刷技术 同时呈现在国人面前 尤其是因为他用了新技术 画展当中可以看到有荷兰蒙娜丽莎之称的 戴珍珠耳环的女孩 以及倒牛奶的女仆等维梅尔的经典人物画作 另外展场提供服饰让民众变装成为画中主角 还让民众亲眼见证不同种的光源变化 了解光影大师的创作过程 展期从18号开始直到5月4号 展场有六大展区 带领民众进入荷兰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三节之一 维梅尔的光影世界 UDN TV 岳嘉尼周四渔台北报导